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印邊境衝突不斷升溫之際 日本和印度剛好宣布 說在9日的時候 已經是簽署了一項非常重要的軍事協定 很多分析都認為 實行這份協定 目標就很明顯 是要劍指中國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因為健康問題 將會在下星期正式離任 在臨別秋波之際 促成日本自衛隊和印度武裝部隊 簽署了一份 名為物資勞務商戶提供協定的軍事協議 根據這份協議的內容規定 日本自衛隊和印度武裝部隊 在聯合軍演期間 可以共用食品、燃料和備用零件等物資 亦可以互相使用對方的運輸服務和軍事設施 印度海軍可以使用日本在東非國家吉布提的軍事基地 吉布提在哪裏呢 其實是在埃塞俄比亞對出 和雅門隔海相望 實情吉布提也是一帶一路國家 在2017年 這個老解建軍90週年前夕 中國正正在吉布提建立第一個海外的永久軍事基地 至於日本海上自衛隊 亦可以使用 印度位於安達曼尼科巴群島的軍事設施 這個安達曼群島在哪裏呢 是在印度洋那裏 一勒群島 是位於緬甸和泰國對出的海域 不是在南海那裏 即是在簽署了軍事協定以後 日本和印度便可以共用對方的軍事設施 而印度外交部亦發表了聲明 說這項軍事協議將會進一步深化兩國的防衛合作 並且貢獻印太地區的和平和安全 盲的都知道究竟他們的真正目標是誰 因為其實這些軍事協定不僅是日本和印度之間簽署 在6月的時候 印度已經和澳洲簽署了一份類似的軍事協定 那份叫做後勤商戶支援協定 其實那些協議的內容都是大同小異 大概就是印度和澳洲可以使用對方的軍事設施 當然這些協議說 只限於軍事演習期間使用 實際操作是怎樣 他們自己就心中有數 其實印度、日本、澳洲和美國 已經簽署了一份叫做四國戰略對話平台 很明顯這四個國家之間就是要加強軍事合作 目標是什麼呢? 這四個國家唯一共同的利益 就是要對抗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行為 所以這四國戰略對話平台 根本上是一個針對中國的包圍網 將中國的軍事實力 勞勞地束縛在第一島鏈範圍內 胡錫進前陣子還好意思寫一篇文章出來 就說中國並沒有被外國孤立 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很好 也不要說這四個國家已經組成了一個戰略對話平台 不要說這四個國家之間互相簽署什麼軍事協定 只是說俄羅斯 在兩個星期之前 印度和俄羅斯才簽署了一份新的協議 這份協議說明了 俄羅斯將會向印度供應武器裝備的備用零件 使得印度可以在本國生產製造相關設備 而且俄羅斯已經多次公開地對印度出售軍火武器 又不見大陸方面怎樣走出來 強烈譴責反對 沒有 法國對台灣授武 美國對台灣授武 又有 為何俄羅斯對印度授武 不見胡錫進出來反對 不見他寫文章譴責 真是奇怪 難道他默許俄羅斯這樣做 沒有理由 而且上星期 法國國防部長閃電式訪問印度 向印度推銷法國軍火 為何法國又會向你的襯家賣東西 胡錫進明明說中法 關係非常友好 而且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行為 已經使得東盟國家全都覺醒了 尤其是那幾個 與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的國家 比如說 越南 菲律賓 馬來西亞 等等 尤其是菲律賓 他們在上星期正式表態 首先是國防部長羅倫沙納 他聲稱中國主張的九段線範圍裡 所謂的歷史權利並不存在 除了在他們中國的想像之中 另外 外交部長洛欽也說到 若然菲律賓的船艦在西菲律賓海 即是中國稱之為南中國海的海域 遭到中國襲擊的話 他將會打電話給華盛頓特區求援 哇 已經說到很露骨 明明說 若然讓你動 他便會完全靠攏美國 現在和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 至少有四個國家 包括越南 菲律賓 馬來西亞 和文萊等等 再加上這個 印度 日本 美國 澳洲 戰略對話平台 根本就是形成了一個包圍網 所以老虎那篇文章就是過分樂觀 他所說的都不知從何說起 接著我們再看看路透社的一篇報道 他們引述了三名熟知內情的消息人士所說 就說中國是反對字節跳動公司 被迫出售TikTok在美國的業務 寧願這個短片拍音平台在美國下架就算數了 即是寧願停止運作 都不肯賤賣TikTok 至於特朗普在10日的時候 已經說過了 即是前天 說不會再延後TikTok的出售期限 即是你賣到便賣 賣不到便要停止運作 要收皮了 那有甚麼因素 驅使大陸 寧願TikTok在美國的業務收皮 都不肯賤賣資產 根據路透社引述的匿名消息人士所說 就說中國官方認為 TikTok在美國的業務被迫賣出的話 將會使得自節跳動公司和中國 在面對美國的施壓下顯得軟弱 當然 我認為這是臉的原因 至於自節跳動公司 也有回覆到路透社 他們說 中國政府從未建議他們 應該收掉TikTok在美國或其他地方的業務 換言之 即是中國政府沒有干預到自節跳動的運作 這個說法順不順由你 若然TikTok在美國的業務 在限期之前真的賣不出的話 他們在美國便真的要下架 要收皮了 那到底有甚麼因素去驅使他們 作出一個這麼不理性的決定呢 我認為 如果最後賣不成的話 其實也是違反了一個商業原則 因為這盤生意根本上 美國也不能再做下去了 那照計當然是要出售的 而且 越接近死線 越接近出售的期限 價值只會越低 但是現在就決定索性不賣 這個不賣的決定是違反商業原則的 因為沒理由不賣 不賣的話 你的價值就會清零歸零 這樣怎麼也有渣拿好 怎麼會一元都沒有呢 到底他們在想甚麼呢 盤算甚麼呢 我認為 似乎是有些人想盡地一煲 怎樣盡地一煲 他們就在搏 搏一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特朗普在總統大選當中失利 如果拜登上台的話 拜登就是向中國伸出了橄欖枝 至少在關稅問題上 已經是有讓步 還未當選 那會不會說 如果拜登當選的時候 就會對於TikTok在美國的業務 會放生呢 我就 可能有人在考慮這件事 所以 反正現在 距離總統大選 都只剩下兩個月的時間 就搏一搏 我就認為有這個因素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TikTok在美國的業務 真的要被迫下架 真的要暫時收皮的話 那肯定會刺激到 美國有一些年輕的選民的反感 是針對特朗普的反感 因為他們一向玩TikTok的人 其實是很沉迷的 而且不求甚解 為什麼特朗普要針對這個平台 他們是不會深究當中的原因 因為他們已經是著迷 上癮了 那如果不讓他們玩的話 當然 誰是弄壞他們的玩具呢 他們只會認為是特朗普 我相信也有這個因素 第三件事就是 為什麼不買呢 會不會是幫助別人買下了這個 TikTok在美國的業務之後 查到不知道什麼東西出來呢 因為特朗普一直指控 說中國的apps 會暗中傳輸什麼回到大陸 那現在不賣 那究竟是不是不想被人查這件事呢 那真的不得而知了 反正我認為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所說 就是大陸不想 在面對美國施壓下 你顯得軟弱這個原因 不是很站得住腳 如果純粹說為了面子 就要搞到好像玉石俱焚那樣 寧願不賣都不想賤賣 你寧願不賣的話 就是一元都沒有 這是非理性決定 就是為了面子走去和錢作對嗎 不是吧 不過呢 這個世界都很難說了 就算我們身處在香港 有很多事情每天在我們周邊發生的 都超出了我們常識的一般認知和理解 所以有時候有些決定 往往就是在非理性的情況下作出的 沒有辦法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